哎呦,转排竟然是一张拳 我的妈呀,Nemo中赛了,但是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咱们继续来到Hustler娱乐场 看美女们打牌 那么Max Pay Monday系列 周一局 也只有周一局美女才多 这周呢,Sia和Sashimi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美女Pokeyaki Alexandra Bottice 还有来自中国湖北的 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大师Nemo周期雨 上次看到周期雨啊,还是两年前 记得有很多粉丝跟我留过言 想看周期雨打牌 这不就来了吗 来看看他今晚的表现如何 先来看这第一手牌 Nemo拿到了一手勾七红桃 并没有入池 翻前 这是Sami的家住 光头市长Sami A勾方块,Race到了400 老DK卡到位K圈 DK我是觉得啊 这个人好像 对于入池 有着飞一般的执着 他总是在刷新着VPIP的最大上限啊 Boltice装位 A2草花 同样选择了跟注 其他人 看看还有谁 Randy五六不同色 这牌肯定是不会call的 Brandon三五草花 Race Race 开什么玩笑啊 在忽悠Randy啊 起个Race 五六不同色 能跟注已经很勉强了 好 那么最终 四个人的底持 来看翻牌 790两张方块 目前Sami 这是拿到了一手花顺双抽啊 还是一手NAS花的听牌啊 牌力大幅度领先 DK这边 同样是一个卡顺听牌 三米后手还剩1100刀 直接是喊出露印 老DK卡钩的顺子听牌 只要有Auth他就会跟啊 好 那么恭喜DK 先输掉一个大底持 Boltis 没有看到草花 没看到Auth A2肯定是不会跟住了 Randy同样是一个小顺的听牌啊 这种拍型 应该不会去接吧 好 那么来看看最终的结果 常看视频的朋友啊 都知道 周一系列只能发一次牌 看看谁输谁赢 专牌 我去竟然是一张K 啊 这 我竟然没想到DK会以这种方式反超啊 合牌 一张草花石 我还说DK先送上一个大底持啊 没想到 直接给光头市长清空了 好运气啊 来看这一手牌 DJF这是玩起了推推乐吗 K7不同色直接就推了 Pokeyaki95红桃盖牌 Brenzen 三B位 K圈盖牌 好 那么就看光头市长的了 57黑桃第二手牌再推 哎呦 今天晚上不会都是这样的局吧 那真的就不用我解说了 大家直接看结果就好 不可思议啊 K7对上57 这手牌DJF入持 竟然还压制了对手啊 好 那么看看作死的三米啊 能不能反超啊 翻牌 四七钩 两人都有七 这张牌基本来讲等于没法 三米迫切的需要转牌的一张黑桃 或者是一张五啊 哦 哇 这张黑桃六发出来 这突然就变成了一手双头铜花顺的听牌 三米 胜算 也是大幅度的拉胜啊 成敦奥子 有没有脑子快的粉丝朋友啊 算算大概几张奥子 九张再加上六张吧 十五张 不过最终很可惜 一张翻块圈 三米还是成功的再输光了一次 Brenzen在场外补刀 跟DJF说 我要是入池 我还真能赢你 那还有你说啊 估计很多人入池啊 都能赢DJF 比一对七大 不就行了吗 River Queen 合牌的一张圈 那可不灵啊 你真的能看到合牌吗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 Nitheal一对八 这肯定是要打的 Nitheal入池 应该是要夹住 选手Race到了140 DJF并没有盗牌 选择了跟住 哦 Nemo来了 周琦与K圈草花 三败到了600 Nemo和Boltis一样啊 两个人都是超一六 的国际象棋选手啊 国际象棋 我从小就下 感觉国际象棋 跟德州扑克 有一个很相像的地方 就是 规则都很简单 但是想打好了 想下好了 真的很难啊 这手牌 Nitheal一对八跟住 DJF一对七 也跟了下来 翻牌589彩虹面 Nitheal中赛 DJF卡六的顺子听牌 而这手牌 跟Nemo没有任何的关系 转牌一张草花9 Nitheal做成了葫芦 这手牌有DJF在 Nemo可以省钱了 看Nemo翻牌面没打 DJF转牌 选择下注700 你们都没中牌 对不对 那赶紧把底池让给我啊 Nemo小纠结一下 K圈肯定是不会去跟的 这手牌 还没什么好追的了 主要你身后还藏着一个大boss呢 底池2500 不反推吗 哎 转牌推一下啊 合牌 一张方块4 得亏是一张4啊 这要是一张6就麻烦了 Nitheal必须要站出来打价值了 过牌的话 那就是个check check 他是希望DJF手里两张高牌啊 可以再偷一下底池 想法是好的 但是 啊 这 有摊牌价值 为什么还要打呀 行了 现在我可以确定 DJF是看不到Nit的牌了 下注820 反手一个 Oin 没有别的 Pocket six is potentially 其实这一对七啊 下注我是真的觉得没有必要 这个牌面 你觉得你能打走一对八 还是说你能打走三条九啊 反加到4400 这个时候DJF应该再后悔了 确实有可能会是bluff 但是过牌再反手做bluff的概率啊 会比较低啊 最终DJF并没有选择跟住 他还是相信了Nit有牌 转牌跟住 合牌check risk 这要再没牌 就说不过去了 好 来看这一手牌 Nitheal A-girl 加注到了140 尼摩周期宇拿到了圈圈 三败到了四败 Randy K-girl反手跟住 不知道有没有认识Randy的 Randy是gearbox公司的老板啊 我还有买gearbox公司的游戏啊 谷主之第三 玩了很久 看到一个家注一个三败 身穿鲨鱼装的Pokeyaki AK在专位啊 推出了Oin 而Brandon手里同样也是一手AK啊 甚至是一手铜色 小盲卫同样推了出来 果然啊 这深仇桌 有深仇桌的好看的地方 短马桌 相对于深仇桌来讲啊 似乎更刺激一点 Oin会非常的多 尤其是这种多人Oin Nemo同样也推了出来 就剩下Randy了 Randy 看到三家Oin啊 K狗其实应该毫不犹豫的盖牌 但他呢 为了节目效果 他哭了 好 那么 一万两千一百三十刀的底持 一手牌 六百个大忙 好 那么 看看到底谁输谁赢啊 Nemo目前胜算领先 因为三家都有K 那自己反超的概率 确实会低上很多啊 我经常叫那 所以那是 我们一起有25%的赢 所以那是数据 不愧是象棋大师啊 做起了数学 他说咱们每个人啊 25%的胜算 哎呀 这想想就刺激啊 但小美女你可不知道 你现在是领先哦 翻牌六九十两张红桃 看到这个公牌面 我知道Nemo基本来讲已经稳了 只要能躲开 Ace就能赢啊 好 转牌 哎呦 转牌竟然是一张圈 我的妈呀 Nemo中赛了 但是 哎呀呀呀呀 这张圈啊 不掉还好 一掉呢 就被反超了 Randy是做成了顺子 合牌 哎 差一点点啊 并不是一张公盾牌 那么 Randy 最终凭借着一张钩 笑到了最后 哇 这真的好可惜啊 Nemo就差了一点点 啊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因为 我们来掌握一下 会 我们下期啊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